15歲少女陳彥霖的死因言順繼續 死因言順主任開庭的時候 向裁判官說陳彥霖的媽媽和公公 昨天作供之後離開法庭的時候 有公眾人士跟著她們 並且大聲辱罵有身體碰撞 雖然在警員護送之下能夠上車 但被一輛車尾隨 她們之後去到長州環境署求助 再由警員護送回家 死因言順主任說 昨天的情況令到陳彥霖的媽媽覺得不安全 加上她在言順裡面有適當的利害關係 向法庭申請經特別通道進出 獲死因裁判官批准